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事还是要确定视频线 和室内场景相比 室外场景的视频线要定得再低一些 因为室外场景里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 城市尺度为参照的物体 那么城市尺度的参照如楼房 路灯 桥梁 树木等 都是大尺度的物体 如果将我们的人物形象放置场景之中 那么视频线定得过高 会使我们的人物显得异常的高大 那么我们可以将视频线定得稍低一些 定好视频线 我们选择选用的透视方法 上次课我们在室内场景中选用了一点透视 那么这一次课我们可以在室外场景中尝试着两点透视的画法 在室外场景中两点透视 我们可以将两个消点定得稍微远一些 那么根据消点 我们来确定 我们要画的物体的大小 首先我们先要将物体的位置确定 用垂直于视频线的垂线 将基本空间的内容位置确定 然后再进行归制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在绘制室外空间比较大的场景时 建议大家不要将视距 即两个消点之间的位置定得过于 这样无法表达出空间的广度 在处理两点透视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在头脑里有着清晰的空间意识 好 确定 哪些物体的哪些方向是要 然后从不同的消点走出 好 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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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看 这基本上 通过两点偷视的原理 把一栋 建筑 的外观形态 勾勒出来 那么我们假设 漫画场景 出现在 繁华的街道上 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所处的城市 街道的 特点 为我们的场景 加以润色 配上 我们经常看到 和使用的 生活设施 以及 漫画情节 需要的 具体内容 假设 这是主人公 上班的 当工场所 那么 眼前的街道 那么 眼前的街道 植物 汽车 都是场景中 可能需要的 或者 东西 不 人工 是 右边 是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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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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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右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鹿燈 鹿燈 植物 鹿燈 鹿燈 公司的大門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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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高壓線 藍天和白雲 天空飛翔的鳥 街角的路牌 夜天空飛翔的ce 以及迟到的主人公 落寞的背影 那么在这个场景里 我们使用的是两点头视 所有跟距离相关的线条 分别走向两个焦点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建筑物 作为基本尺度参考 来勾勒出旁边的植物物体 一些其他附属物的尺寸 那么再根据整体画面的比例 放置我们漫画的主人公 或所需人物 那么这就是 室外场景绘画的 基本方法 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 选用自己喜欢或熟悉的 透视方法进行场景的构建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就是这个选用水 就这样 那么这个 选用的 其实这个